人性的本质就是三个字 人吃人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 我们总是试图理解自身 探寻那隐藏在人性深处的秘密 人类简史中的一句深刻洞见 让我久久难以释怀 如果你忘记了人类是动物 你就永远无法了解人性 你也无法理解历史 是的 我们既是理性的思讨者 也是受本能驱使的动物 这种双重性构成了人性的复杂与矛盾 这延伸为对金钱和性的追求 金钱代表着生存资源 而性则意味着繁殖机会 然而 在人类社会中 这些本能被赋予了更为复杂的内涵 它们与婚姻 道德 政治 文化等表象 紧密相连 共同构筑了我们的社会现实 然而 当我们试图揭开这些表象 探寻其背后的真相时 却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这个社会 其实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 在这个丛林中 顶层的人通过各种手段猎杀底层的大众 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 1995年 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一次全球精英会议 为我们揭示了这一真相的一角 布热金斯基提出的奶头乐理论 便是对这一现象的深刻剖析 他认为 通过给予80%的人一定的奶头 即让他们沉浸在各种娱乐中 从而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 使他们不再追求更高层次的东西 进而避免了与20%的精英之间的冲突 这种娱乐 无论是发泄型的网络游戏和短视频 还是满足型的偶像剧和真人秀 都在无形中剥夺了人们思考的能力 当我们的时间被大量娱乐所占据 当我们的心灵被这些虚幻的世界所迷惑 我们便失去了对现实的感知和判断 成为了这场游戏中的牺牲品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曾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每页上读写着 仁义道德四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句话如同一道闪电 照亮了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 那些看似光鲜亮丽的表象之下 其实隐藏着残酷而真实的丛林法则 我们不得不承认 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 这些自然界的法则 在人类社会中同样适用 然而 与动物不同的是 人类有着更为复杂的思维和情感 我们有能力去改变这个世界 去创造一个更加公平 正义的社会 然而 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首先需要觉醒 我们需要意识到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并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美好 它充满了竞争和冲突 如果我们继续沉浸在娱乐的虚幻世界中 失去对现实的感知和判断 那么我们就会成为这场竞争的失败者 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越来越艰难 同时 我们也需要认识到 改变这个世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和付出 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和思考 不断地挑战和突破自己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这个世界 才能真正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里 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个世界呢 我想 首先我们需要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 不被表象所迷惑 不被娱乐所麻醉 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 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左右 而是要成为这个世界的掌控者 其次 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提升自己 无论是知识 技能还是品德 我们都需要不断地去完善自己 以应对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才能成为那个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最后 我们需要有勇气和决心去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的舒适和安逸 而是要勇敢地站出来 去挑战那些不公和不义的事情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地实现自己的价值 才能为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改变 在思考中前行 在觉醒中成长 让我们不再被表象所迷惑 不再被娱乐所麻醉 让我们用智慧和勇气 去探寻这个世界的真相 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历史是一面镜子 它映照出人类社会的变迁和进步 然而 历史也是一部充满血泪和教训的书籍 它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和警觉 破局 对于每一个渴望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寻求真理和突破的人来说 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 我们如何能够突破自身的局限 看清世界的真相 进而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首先 我们需要多读历史书籍 尤其是那些不带个人传奇色彩 相对枯燥的宏观历史书籍 历史是人类的镜子 它映照出人类社会的变迁与进步 也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矛盾 通过阅读历史 我们可以发现 太阳底下并无新事 现在发生的许多事情 在历史上都能找到相似的影子 这种历史的智慧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现实 预测未来 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其次 我们要远离那些短平快的快乐 心灵鸡汤和信息减防 这些东西往往只会让我们陷入虚幻的世界 失去对现实的感知和判断 短视频 直播等现代娱乐方式 虽然能够带来短暂的快乐 但却无法给予我们真正的成长和进步 相反 它们只会让我们越来越沉迷于虚幻的世界 无法自拔 此外 我们需要认识到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突然发生的 只是我们突然知道了而已 因此 在面对各种复杂局面时 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 不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 而是通过深入分析和思考来揭示真相 同时 我们也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 拒绝人云亦云 不被他人的观点所左右 在追求知识和智慧的过程中 我们要避免陷入书呆子气的误区 书呆子气往往表现为掌握了一堆漂亮的原则 却试图让现实世界迁就这些原则 这种做法不仅无法解决实际问题 还会让我们陷入更大的困境 因此 我们应该注重将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用智慧去解决实际问题 同时 我们也要警惕各种形式的欺骗 从胡编乱造到精心编造 再到用一半真相包裹一半编造 欺骗的手段层出不穷 我们应该时刻保持警惕 不轻易相信他人的言辞 而是要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来辨别真伪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历史上永恒的主题 每隔几十年爆发的战争 往往是因为和平久了 人们开始浪漫化战争 然而 战争带来的只有破坏和死亡 而不是荣耀和胜利 我们应该珍惜和平 避免战争的发生 用理性和智慧去化解矛盾和冲突 在富人与穷人的关系中 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穷人常常指望富人说好听的话 做动听的事 但这种想法往往是不切实际的 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 往往是因为他们具备了某种特殊的才能或资源 而这些才能或资源并不是用来讨好穷人的 因此 我们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而不是具希望与他人的施舍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我们的 我们只是暂时保管着这些东西 到了时间 自然会有人收走曾经给予我们的一切 因此 我们应该学会珍惜当下 不要过分追求物质财富和名利地位 而是要注重内心的修养和成长 过度迷恋社交是一种病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似乎总是在不断地与他人交流和互动 但真正能够深入了解和信任的人却越来越少 我们应该学会独处和思考 培养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而不是过分依赖他人的认可和支持 最后 我想说的是 我们不能总是逃避现实 也不能总是沉浸在虚幻的世界中 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现实 努力改变自己 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 让我们携起手来 共同迎接未来的到来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再见